因为你已经在海外念过书了 你回来是想做marketing 还是继续做sales marketing更多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如果来开始做marketing 你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 市场工作的收入 有可能要比做销售是要少的 这是一 第二 还是我们原来 经常在这个舞台上遇到的问题 你原来的微商还做不做 因为那个的收入不低 第一个问题是 我还是比较偏向做marketing 比较感兴趣 是想一想策划这一块 然后第二个问题 您说的那个 我是否还会继续做 那现在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目前在找工作的阶段 所以我没有其他的收入 我不想做啃老族 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是要做的 但是一旦我找到一家企业 我一定会全心全力地 把所有的精力投入 我会把我的这个事业 交给一个我信任的人去打理 你现在月流水七十万 一定会有个问题存在是什么 你刚才讲的是转移团队 那这是目前传统的 我以上都会 比如我找一份工作 我可以把我的团队给到我的下面的某一个人帮我做代理 但实际上你还是那个团队的老大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说你完全无条件 我把每个月七十万完全送给他 那肯定不会啊 所以其实你还是要做那个团队的老大对不对 这也不是我可能把这个交给另一个人去管理 就完全他打理 我不会再管他 那你赚钱吗 是拿钱 是赚钱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你还是老大嘛 你只是让人帮你偷管嘛 所谓的代持 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可能让别人偷管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我们这儿不要兼职 你是否要两者兼顾 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六盏灯 六人游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 是澳洲旅游顾问 薪酬是巴凯加 这条摄影为你提供的是 社群营销的主管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薪资是游玩家 飞车这边给你提供一个 在北京的岗位 主要的工作方向是 社群相关的市场工作 我们给你的薪酬是巴凯加 古方宏堂给你的岗位是 短视频营销八千加 目前的团队在济南 到北京可能要一段时间 我给你的岗位是 其实是市场 和我们的社交电商的一个团队 市场营销 然后是八千加 斯凯乐给你的岗位是 社群营销 这个底薪八千加 这一笔进 好的 谢谢 好 在剩下的六盏灯当中 选择其中的两盏灭掉 另外的四盏 去吧 不好意思 非常喜欢您 真的非常喜欢您 我也非常喜欢李游 谢谢 不好意思 非常喜欢您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您的赏识 谢谢 来 又请徐磊 曾花谈钱不上感情 在菲尼莫属的这个舞台上 是很难看到 在最后决策的关键的节点 表现这么坚定的求职者 并不像其他的一些求职者一样 显得那么的贪婪或者是犹豫 这样的新丑满意 满意 你可以问每个人一个问题 先问曾花吧 我想问一下曾总 就是我主要的工作内容今后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户外爱好者和运动爱好者 特别多 然后把我们的产品 就是斯凯勒的户外用品 然后通过线上 然后卖给他们 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群了 但是这个群呢 更多的是在玩 就没有去做产品方面的营销 我也不是特别懂 所以呢还需要你 然后可能要来组建 这样一个团队 来 这边有什么要问的 我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它的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是吗 因为我 微车是做车主群体的 这个服务的 所以车主群体 其实本身有很强的社交属性 那通过这些社群属性 我们能更好的服务车主 也许在车主的这个服务的基础上 我们能有更多的商业化的机会 来 考虑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微车斯凯勒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微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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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